图为美国总统 近日 据媒体报道 此前美军秘密测试一款转核武器 却遭到了亲密盟友日本的首先抗议 据悉 在美军释出亚灵界核试验的讯息后不久 日本作为美亲密盟友便公开唱反调 大批日本民众指责美军秘密测试核武器 剑灿了日本民众想要彻底废除核武器的心愿 对此 有额专家表示 明知道日本受过核武器打击 还要进行核试验 刀到日本反对也是自找的 简直是自食其果 图为日本首相 众所周知 核武器是一种破坏力大 且维持时间长的武器 它能够让一些地区几十年来寸草不生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日本 早在二战末期的时候 美国就曾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枚核武器 这直接导致了该地区长年以来寸草不生 同时也给日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由于日军在二战时期所做的种种恶劣之事 很多军迷都表示 被核武器轰炸也是自找的 但是不得不肯定的是 一款令人忌惮的武器 就这样出现了 由于核武器的破坏力 会给环境带来很大的危害 所以二战结束后不久 联合国便制定了禁止某些国家研发核武器的条约 据悉 目前 世界上除了五成之外 其他国家都不能研制此类武器 并且美国也在不断地监督住 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环境 以及世界局势的稳定 但是由于该武器具备极大的威慑力 所以世界上难免会有一些国家违背国际法 秘密研发核武器 这很显然是一种极其不尊重国际条约的行为 图为遭核武器打击后的长期 美国作为五成之一 本应做好带头作用 但是这个国家却在此之前 已经秘密进行过一次核武器试验了 虽然说此举遭到了很多国家的谴责 但是美方并没有因此放弃核武器的发展 近些年 美军依旧在不断地开发住新型核武器 企图通过此举继续提升自己的军事力量 本次美军要逆逆克视核武器讯息一经曝光 便遭到了日本的反对 原因就是 他们已经遭受过此类武器的伤害了 他们不想再受到核武器的威胁了 大家都知道 美日两国近些年的来往是非常密切的 很多军迷都称其为亲密盟友 但是美军此举却遭到了日本的率先反对 由此可见美军的做法有多过分 突围核武器爆炸场景 据悉 曾被核武器轰炸过的广岛 目前刚刚转好 当地的居民非常珍惜现在的土地 而美军却在这一关键时刻 传来要再次试验核武器的讯息 这肯定会遭到外界的极力反对 据了解 目前 广岛县相关人员已经递交了反对信 他们表示 美军此举践踏了广岛民众 希望彻底废除核武器的心愿 此外 信中还提到希望特朗普能够更深一步的对核武器进行了解 并在访日的过程当中来广岛转一转 由此可见广岛居民对于此举的反感 就目前世界环境以及发展情况来看 虽然说核武器能够对敌人造成非常有利的打击 但是它也有可能会毁掉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 这也是外界纷纷倡导美国遵守国际法 停止核武器试验的主要原因